我們都是電台的二等公民 我們是三等公民 最重要的是鄭丹瑞、鄭京漢 鄭玉玲,全部姓鄭 賺到很多錢的一流一的主持人 甚至周鵬醒的陶傑、陸叔 有股票之餘,也提到電台主持人 但我們都是靠電台去找飯吃 我們叫糊口 有些人可能找天價,有些人可能找糊口的價錢 同樣的,KOL一定有些賺很多錢 KOL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賺很多錢 只不過我正如說,我喜歡說話 我喜歡推介某些時裝 推介某些組織LEGO 甚至乎不出聲都可以有點擊率很厲害 這些都是大家在現今世代 多媒體的世界 自己可以設立一個平台 Patreon 也可以 Facebook 也可以等等 所以來說,那些課程我可看可不抵 而至於近來我們的熱點 即是D100的熱點 肯定說到我們的熱點 總共有多少個討論 我記得當年,鄭京漢 即是我們老闆直呼奇名 鄭大班 叫我數過 沒有大模式 現在他軟在天邊 叫我,德國 那些人,正的有哪幾個 反面有哪一個 你幫我寫下來,抄出來 告訴你他們的內容 哈哈,千多個留言啊,老闆 千多個,你去做吧 叫你寫下來給我 你出人工的嘛 你出人工的嘛 讓我了解一件事 難道叫老闆自己看完千多個留言嗎 沒可能的嘛 對呀,一千萬個你就看 然後,以我認知德國的皮姓 那裡有百多二百頁的留言 他先看第一頁,再卡下去第五十頁 再卡下去最後那頁 這樣就精華了 這些叫做重點採樣 對呀,重點採樣 德國就是這樣的,五分鐘搞定 你不信啊? 你自己看吧 哈哈哈哈 渣流灘這些真是一高手 當年的D100也有這些大家 熱烈討論,那個氣氛相當之 這是大家忘記了的東西 我猜是 不好意思,差遠一點點 就是大班曾錄過一個YouTube影片 就是講究竟D100是甚麼來的呢 很多人說傳統電台已經沒落了 沒有人聽了 他的那句說話就是 我是持不同意見的 他覺得要Multimedia 和電台的結合 這個就是D100了 所以就叫德國來看一千多個評論 就是這個意思 不好意思 他堅信未來的道路 他要結合Multimedia的東西 總之大家有互動 我們又遺忘了這些互動很久 因為大家紳士坑以前 當然是不斷留言打卡 當然現在也有很多頭號粉絲 我每次都看回頭號粉絲 到我要聽 阿通和法仔合得很好 等等 我也有看的 不過不像以前 讀完他們的留言在節目拉布 但也有留意的 最近沒有人留給你 沒有新鮮感 我都七年了 七下七下 因為以前我記得有位朋友 就是這樣 師傅仔 師傅仔 經常都鼓勵師傅仔 師傅仔大家知道是誰 知不知是誰 周鵬 肯利 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 術數界高人 術數界高人 還記得 無法估計 四點鐘 就拉他進去做金菇 要幫忙 死吧沒有人 你來幫忙頂住 我不知道做什麼 他就在那裡 整次台灣沒有人就叫我 合適人選 他又不斷 今天那個股票怎樣 哈哈哈哈 今天行車 哈哈哈哈 四天拍得幾次 哈哈哈哈 他在旁邊 最經典都是師傅仔 知道我們有某位資深監製 在我目測底下 被我們老闆 鄭大班 先後炒了不知幾多次 有一次 拍檯炒的時候 哈哈哈哈 鑑制 我幫你準備了紙皮箱 嘩 你真的不拿刀砍他 這些就是幕後的 正經的 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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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Jacky 大家如果是我們資深的朋友 就知道 Jacky現在都 飛黃騰達 去了 讀完碩士之後 好像讀中文碩士 然後現在 就以一個 教學為他畢生的理程 應該是 OK 他好像最拿手 是專研性交轉文 聽說 可能是 古書怎樣性交轉文 他是很瘋 他看竹箱 讀文言文 大哥 你說什麼 我要WhatsApp 叫他過兩招 怎樣性交轉文 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 我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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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他不會告你 他會在你面前笑 哈哈 哈哈 傻笑 原來德仲在裝 所以 大家 不要小看自己不同的人的 才能 最重要 肯上進 你猜不到他讀碩士 他好像是刀大讀碩士 他發奮 繼續學 好貴 坦白說 我跟阿肯尼也說過 曾經有一個不知道什麼心理學的職業博士 跟我說這句 朋友 五年之後 你覺得 你在D100會怎樣 尤其是青年朋友 嘩 是否答案 肯尼我是否跟你說過 我聽過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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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樣回答你 你當然是沉默北語 還是你又廢話 你跟我這麼晚 這麼晚 這麼離地 你這麼晚 說幾天 你把數字號碼給我聽 早點說 有什麼火箭給我聽 我聽說 708 早點說 708 二十幾元 四十幾元 你又說什麼 五年之後 五年之後 那個股票價格會點 我哪知道 騰訊由五元 升到七百七十七元 你又不說 此類 我都很少 跟年輕人 說一些耶穌 只是那次 那次有一個無故 心理學博士 跟我說這個 看見有些青年人說一下 當然 這是每一個 其實真的 每一個青年人都會想 五年之後會怎樣 五年之後會怎樣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當然一樣 但你有些事情做的話 當然可以有前途的改變 怎樣有些事情做呢 雖然我們工作很長時間 12點到11點 接著有五天 但我們還有星期六日 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們只是斷錄親 夜下班 很多 幕後的同事也是斷錄親 又是夜下班 習慣了 習慣了 做到11點 這份工作的性質 就是你選擇這份工作 你要抵著 但這份工作是 送給你星期六日 你可以不用上班 你可以去學很多東西 如果 如果 相對有小器要受的 你外面的服務業 那些 真的 當然 當然 只是受理氣 那些 我聽不少 真的帶娘親上班 特別現在的醫護界 真的帶娘親上班 我們就少了一點 那人更高 也不是想像中那麼高 你計算醫護界的工時 和公眾壓力 說到22分鐘 再加上肯尼 肯尼 肯尼剛才說可以有些發揮 你說關於廣播劇 即是阿蝦的廣播劇 還是阿蝦的寫作 還是阿蝦的演繹 等等 如果你只這樣說 這個寫作的部分 我真的自貴不如 為什麼你說我會有那個劇本 因為我都曾經做過這個節目 兩年 但是 這兩年裡面 真的 完全好像他一樣 寫了千多字 我真的沒有試過 因為我本身 其實 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很聰明寫故事 我自己聰明什麼 我自己聰明什麼 我也不知道 那你在哪裡抄 那 不知為什麼 那時候 每個禮拜 有一個作者 每個禮拜都寫一篇的故事 我找到那裡 然後 他本身不是可以做廣播劇 我便把它變成廣播劇 所以 我只是負責 他把那條大橋 然後轉成口語 但是 德哥剛才稱讚阿蝦的故事 是比陀昌師姐好 那個質素 因為他有一條大橋 其實他一開始 是沒有這樣的 他是靠自己撞一下撞一下 自己撞到這個質素出來 其實是 是進步 看見 這件事是難流可貴 東拉西斜 這些叫拉布 劇本要寫 要套戲 電視劇要成二十集 二十集 一定會扔波鐘 左講右講 但是 那條橋 大家 經過我分析完 大家 賞識完那個劇 之後 就會說 吃錯人飯盒 吃錯人飯盒 是一條大橋 你要一輩子記住 阿蝦這個劇本 其他劇本 做過什麼 做過什麼 不知道 你記不記得 你寫的兩年來 那個劇本 是寫什麼 不是很記得 鬼 是阿婆變成男人 這樣的故事 大家一輩子都會記得 相關上線 有一個吃錯飯盒 的阿蝦的劇本 經過我品評之後 這條大橋 不是的 這條大橋 我覺得是比很多 講真心的 比很多 荷里活 那些A級片 我舉兩套 最多人看的 星球大戰 星球大戰 這條大橋是老土到什麼 講一條英雄成長家 墮落 嘩大哥 越語長片 另一個 我尖士金馬倫 我最喜歡那一套 阿凡大橋 這條橋更老土 講迫遷 這條橋 當然沒有吃錯飯盒 吃錯飯盒 好多 星球大戰 這條橋 是很有思義的 吃錯飯盒 寫幾十個劇本 當然 星球大戰 那些爛竅 英雄墮落 大哥 有權力當然要墮落 都說廢話 阿凡大 阿凡大 周鵬 我有興趣想知道 這100個吃錯飯盒 真實故事是怎樣 是否發生在你身上 不是啊 是發生在當事人身上 寫劇本的那個 我就是發生在當事人身上 原來是親身的體驗 親身體驗 你如果沒有那個體會 你寫不到 你寫不到劇 你未做過妓女 你怎麼寫妓女的劇本 都可以 都可以 難一點 好 滴離路 就要駕駛的士 我們要駕駛的士 才做的士司機 即是你不能作的 你那些細節 細節位 不可以的 好像《紅樓夢》 阿曹雪強 一看就知道她 大富人家 否則她 根本寫不到她 生活的富貴 是啊 我這麼謹慎的人 我怎會吃錯人飯盒 所以你叫我寫劇本 吃錯飯盒 我真的不可能寫 寫到一個 吃錯飯盒的劇本 但是吃錯飯盒 當事人發生了 她有沒有被人罵到 慘得上天發飯盒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這個 那個有個叫做 什麼定律 什麼梅飛定律 不知道什麼定律 當一個錯誤出現的時候 Murphy's Law 一定會出現 一定會出現 在同一時間有幾個錯誤 同時出現 才會造就到那個錯誤 即是她吃錯飯盒 那個是同一時間 要幾樣東西 時間合得剛剛好 才可以吃得錯飯盒 第一 如果那個飯盒 已經被當事人 原本擁有者 先吃了 那她不會拿錯飯盒 對 這個折口上沒錯 沒錯 一打開雪櫃 兩個飯盒 可能用玻璃盒 極其相似 對 很難會極其相似 即是撞衣服 很難撞衣服 可能又撞到 飯盒說明 一定有飯在裡面 其實真的極其相似 對 然後兩尾 雞蛋又可能極其相似 用膠袋帶著 又可能極其相似 對不對 再加上 可能那天 我的舌頭淡淡 又沒什麼胃口 吃東西又不太吃得出味道 那究竟那個飯盒 是不是我媽媽煮的 還是誰煮的 我都不太在乎 吃了真的不知道 還有一個 先天條件 要數碼說 是沒有餐廳開的 你迫著要大飯盒 令人人都大飯盒 這個吃錯飯盒 一定是宿命 上天注定了 一定要吃錯飯盒 不能走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是挺高的 歷史的必然很高 背後其實帶出一個意念 可以是全息 那個什麼定律 那個叫什麼 梅菲定律 Murphy's Law 這些賣高啊 OK 都不知道你們是真讚還是假讚 我想他本人 但是我真讚的 他沒有回去工作嗎 他在外面 他現在在聽節目 又知道周鵬說 你在日本又知道他 又知道他的節目 我什麼都知道 我第三隻眼 在D100 我第三隻眼 我就沒有留意 如果你說大概的內容 我都猜到是哪位同事 尤其是 別人的私人事 我們就免得在節目中說一些 因此足 德維萊自己懂得笑 聽眾可能又不知道頭不知道路 我們聽眾也很多 都在那個風中三點留言 因為實在是一個大家庭來的 我們不會說 他們早上午又聽 晚上又聽 重溫又聽 始終來講 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聽眾 一萬個 一萬個都很夠 老闆說 一萬個已經一千萬 實在那一萬個人 不是太大的數目 所以來來去去 那些人都照在我們的群組裡 都有留言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 Francis 是不是 對 所以我是 我是想讚他 不過我們不經不覺 又到這裡 其實我作為 你永遠 你 我每次都是這樣 好慘 我作為 你們全部都是在主流電台走出來 我是D100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個 或者起碼 生存到今天 由D100出道的主持人來講 我可以分享一些心路歷程 或者我觀察到現在 其實將來的趨勢是怎樣發展 就是個人分享 虎無機會 哇 終於有機會來臨 當然是在捉緊 然後就用了一年時間做這個節目 去證明自己原來是 是不會做節目的 是做到屁屎 我每一次聽回 嘩 這傢伙在說什麼 其實直到現在 每一集的《風中三》 我都不敢再聽回 因為我知道自己做節目是 嘩 不可以的 我自己也不想聽的 那 即是 即是 當時就是為了找個地方證明自己 去到第二個節目 即是又有幸 撞撞撞撞撞撞 撞了個《空中飛人》出來 那麼那個節目 就是 另一個感覺了 就變了做 由去找個地方證明自己 去變成 去享受的節目 因為呢 我其實是做這個節目 是做得開心 這是第一個繼續做下去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 原來有一班勇等 是因為聽了你的節目而開心 就令到我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就算我來了日本之後 做了兩年左右 我都其實 多次想放棄了 到最終都是 即是 去到幾個 剛剛過一季才正式放棄 那麼你說 如果在D100那裏做節目 即是 我現在試試跟Fancis說 你說 求出名 絕對不會的 因為你要出名的話 就更加多其他的媒體 是適合你的年輕人去的 100毛 現在甚至我最喜歡看那個 叫小薯茄 或者澳門有微辣 他們動一段Youtube片 都幾十萬 微辣那些是百幾萬的 如果你是求出名的話 你去那些地方 如果你說求發達的話 做media 任何一間公司 都不會發達的 要發達的話 就要聽德哥給那些708 或者火幣等等 那些 或者破產 兩條路 那 那 還求什麼呢 其實 但是 我覺得Fancis 或者不要只說Fancis 每個星期飛去台灣錄一次音 就不會撞到空中飛人出來 正如 現在 我剛才說 德哥說 整個華人圈 最多人訂閱給一個YouTuber 叫做李子柒 他就是不說話的 全片就是煮飯 種一棵黃瓜出來 然後就煮黃瓜 怎樣醃它 去動那些片 都兩三千萬人看的 其實你是可能撞一下撞一下 撞了一些 這個社會現在喜歡的東西 你怎麼想到 你三十年前怎麼想到 那些人喜歡看 一個人不說話 然後在玩個黃瓜 其實Fancis 這些 passion 撞一下撞一下 可能撞到出來 我想問一下 你說幾千萬人看 你怎麼知道那幾千萬人 是 讚他還是笑他呢 那沒問題 我理得他讚他還是笑他 即是有人看 現在他是 全球最多人看的YouTuber 那 就算是真的讚也好 不讚也好 他就有錢賺的 你知不知道這個李子柒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 那有關係又怎樣 他只不過是在拍一些農村的片段 那他 等等 這個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 你不知道李子柒是什麼背景 我單純說他拍那部片多人看 即是他什麼背景 so what 如果用你這個邏輯 多人看的 如果全球觀眾喜歡人裸跑 裸跑就多人看 那你是不是會裸跑 這個 現在是說李子柒是不是一開始為了多人看而這樣做 即是用你的邏輯 當然要花眾取草 多人看 那我們作為傳媒 我們有底線 要做一些自己認為是應該做的事 即是現在都是追求養份 即是現在那些人狠批YouTube Facebook 就是充斥著大量沒有養份的東西 而又多人看 那你是不是還要繼續做這些沒有養份的東西給人看呢 即這個是我們做傳媒 其實某程度是有一個叫做 有條底線 即譬如好像某些 香港的所謂知識分子部 找那些垃圾去寫文 然後寫一些比以不倫的文章 那當然是多人看 但是那些是沒有養份的 即是我們說的是 即是你作為走出來一個電台主持 你想給什麼人去看先 即是如果你挖眾取寵 OK沒有什麼問題的 即是如果我要騙 就是騙拉多點擊 那沒什麼問題的 那不是做一些低層次少少的東西 當然低層次可以豁著的 那你覺得高層次的東西 可能我覺得低層次 我覺得低層次的東西 可能你覺得高層次 那這個就 各花入各眼 沒什麼所謂的 那結局就是現在很多 你覺得高層次的東西 就被社會捨棄著 那你說很高 兩個方向歸納和演繹方法來的 究竟是主持人給什麼 聽眾的觀眾 還是聽眾的觀眾 要什麼的主持人拿呢 兩個方法來的 周鵬那個就是 我有什麼 道義責任 什麼養份 給那些聽眾 反過來 那個你不知道什麼 當然 周鵬說你什麼 就是他拍了出來的東西 即是大受歡迎 那些東西可能說不出聲 竟然說不出聲 那些人都看 那是說他打中了那些觀眾 那個list 他不是給他 可能沒有給他一腳 他可能不是拿跑 拿跑太極端 但是他欺負他們 這是兩種方法來的 他可能那些東西 只不過是一笑置之的 因為對李子七 我也留意了他一段頗長的時間 那些人批判他 就是 嘩我看完李子七那些東西 為什麼我作為一個中國的農民 未見過的 超現實的 離地 究竟這個是中國 還是一個什麼的世外桃源 為什麼可以農村生活是這樣 大家看完李子七的結論就是這樣 可以造假做到這樣 還有些人猜 深圳河以北的北京的中宣部 可能是有份拆劃整件事 當然了 這個就確實查不到 但是我們看完李子七 他確實拍得挺漂亮的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四川 如果沒有記錯 嗯 是啊 他只拍了農村片 即是宣揚祖國 是啊 但是那個超現實 超現實 跟現在中國的農村 是完全不相符的 好像我們看大台的劇集 每次吃飯 一間屋三千尺 哇 哪有這麼大 妻子吃飯都三千尺 就是這樣的邏輯 嗯 嗯 沒事的 拍到片都 大陸這麼多人 於是 又不看電視 又看YouTube片 都是 他想到 大陸是沒得看YouTube 還有 大陸是去不到的 這些是 其實我看到很多留言 都是一些外國人留言 你可以說他是大外宣 但是我表達的意思 就是 就是 現在的社會 可能已經不再那麼多人喜歡看那些 你說喜歡高質素的東西 你在港台有什麼 午夜廣場 說到 下下找些什麼教授上來 說一些很離地的話題 有多少人看 對社會的影響力有多大 完全抽離了 對社會的影響 傳媒是不是要抽離到這樣 其實所有主流傳媒 我覺得都是 被很多現代的觀眾 離棄了 已經 你說要在同溫層 我的同溫層裡面 起碼 會說的 真的沒什麼人會看 主流電台 電視台 電台更加沒有人聽 沒有車開的人更加不會聽電台 就是 可能 阿番實這樣撞一下撞一下 他會撞到一些新的路出來 原來有人喜歡聽這些 其實一切是 我想說是源於passion 他的passion 或者整班D100的年輕人 我都看到很強烈的passion 他們真的不是求財 求財絕對不會是來這裡 也不會是求出名 求什麼 可能是求做自己喜歡做的 做開心的事情 你有這樣的passion 做過第一因 之後可能會找到一些 撞一下撞一下撞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出來 我只是想說這麼多 有一個passion 你也要充實自己 所以Francis 去讀那個 都大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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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播課程 那個不對 有別的 有別的training course 好像比較好 德哥 什麼training course 其實 我 我的小弟間公司 小弟間公司收費是很貴的 一天已經去整個月人工 就 就 就 不行了 不過反而 一個最佳的方式 Angela也說了出來 就是說 在留言那裡 剛剛揭發 就是說 真的要聽自己的節目 自己做錯什麼 你寫下自己做錯什麼 下次不要再做錯那樣東西 寫下 寫出來 大人是經常犯同一樣的錯 不斷重複 又重複 幕後同事都經常說 拿款簿出來寫下 哪裡重溫 要按哪個按鈕 找款簿寫下 你就寫下自己 每一次做節目 有哪十個錯處 下次做節目 做節目是一個 叫做什麼 恩賜 蔡浩良讓你做節目 蔡浩良讓你和梁繼章做節目 梁繼章是什麼人 梁繼章是當年九十年代 那個鼻子 生在眼角頂的人 他現在和你坐在一起 嘻嘻哈哈 和你聰明幾句 你真是要珍惜這個機會 付錢 阿蔡 請阿蔡吃你的飯盒 很麻煩 阿蔡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是否吃 大盒飯盒 真是有機會 有錯錯不要緊 誰不會錯 我都會錯 我都會講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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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常常錯 一個小時前說 我們做了幾十年節目 錯比較少 幾十年前可能做很多錯 所以你 星期六星期日 你聽回自己的節目 寫下十個錯處 立即拿張紙給蔡浩良 這些十個錯處 我下一次一定不會做 每一個節目都有十個錯處 每一個節目有十個錯處 做到之後 你聽過節目 一個錯處 我都找不到 我去下山 立即拿張紙出來 給蔡浩良 我一個錯處都沒有 這次做節目 不過德國你的要求太高了 如果我覺得 如果作為新人 那麼高 十個錯處 不要錯 寫下 如果我覺得 如果作為新人 可能做了兩三個禮拜 三四集節目 都未夠半年 最低限 你比三個月到半年時間 最基本要求是 說話 ك کہ口约完和 最多限度你讨论 非沙走石 推口成文 又需要阴阳遁错 加小小四字语 充滿一下自己的形容词 我很记得那个时候 그때店大胆分享 他就舉了一個例子,就是他批評大台播煙花的時候 旁述煙花的那些主持 你知不知道那些大台是怎樣評論的? 嘩,好美啊,嘩,全程就是這樣 為什麼不可以對於顏色的描述 就是最低限度紅橙黃綠青男子 不說多,你就是說紅色,以我認知紅色也有二百幾三百種紅色 那你可不可以用一種形容詞,形容得到題到位 就是最低限度你的說話技巧流暢 德哥,我的要求不是很高,最低限度流暢 流暢就可以了,最低限度是頭三個月 流暢做不到你,哥 現在的記者都很難 寫到他那邊不流暢,大哥 流暢做到就一個好的DJ 但流暢你這隻 原來流暢已經是這麼高層次了 那不要說這個懶音 當然,你即時反應,懶音一點不要說 你即時反應和梁繼章在那裡 即是唇槍舌劍,他拋了一個你,你吃不吃煙 即時反應,我吃不吃煙 你吃哪一隻,吃水煙還是帶煙 你說說話,流暢也不知怎樣跟他說 吃煙之後有股味 怎樣跟女生吵架 怎樣回答梁繼章 自然他做了幾十年節目,當然什麼都說過了 所以真正有機會,流暢就做不到 只不過在那裡做得不好,射低他 流暢做得好已經是出了少林寺 這麼糟糕 當然啦 因為那天我也聽到他們的節目說話斷絕和寵 單句單詞 如果作為聽眾聽到的話,就差點 嗯,這個當然要 我當時自己聽到,這是周鵬叫我聽自己的節目 有一天我在這裏很勤奮 周鵬就看到這傢伙很勤奮 每個人都叫他自己聽自己的節目 每個人都是這樣 都是舊招數,但一定是萬事萬靈 我有時也聽自己的節目 周鵬當時還輕描淡寫 周鵬認真說話的時候 他的眼神不會看著你 在撿著報紙 要聽自己的節目 那些東西,你很多的 你自己聽吧 然後我真的聽到 嘩,是多到不得了 於是我盡力改 但真的不可能百分之百 其實就算梁繼章 他也有他的口頭禪 有很多口頭禪 一定有 那我也有 不說太多 例如 不說太多,自己Google 沒有啦 對,那些 節目夠鐘 沙石是可以減少的 但我覺得 現在聽眾也不應該期望 培養他們成為下一個梁繼章 沒可能 他們 時代不同了 不能複製 沒錯,時代不同了 他們其實是 要做回自己這個時代 最喜歡的東西 對 例如我最喜歡的主持 拿刺子包頭的 陶先生 都沒有人做到他 香港只有一個 即是 極有法西斯 對 即是 真正的才子是 別人封他 不是自稱 你怎樣複製他 中英文流利 知筆又捨得 又流利法文 懂畫畫 還要書香世代 加世又回到 你這條起跑線 那顆科豆 你都已經複製不了 對不對 所以 德哥說 五年後我想做什麼 我有沒有想過五年後 要做下一個蔡浩良 當時 我想我也沒有這樣想過 其實要做分自己 那你如果沒有想過的話 你就應該離開這條跑道 那個職業心理學家就跟我說 你如果沒有這個目標 你覺得五年後 我也做不到蔡浩良的話 你走吧 你五年後 我做到蔡浩良 你就利用這五年的時間去做蔡浩良 即是做完蔡浩良之後 再路那五年 我還不做到鄭京漢 那時候一路一路這樣 做不到 如果五年後做不到 你要再檢討一下 我應該再投放五年時間 再去做蔡浩良 再去這個單 我一定要達成這個目標 做蔡浩良 那心理學家 又未必是對的 帶給娛樂給大家 這個跑道 你知不知道 誰叫我不要做這個目標 是誰 對 蔡浩良叫我不要做這個目標 他叫你做這個目標 是做王德傳 蔡浩良叫你做這個目標 蔡浩良 蔡浩良的目標就是王德傳 對 我跟蔡浩良說 如果五年後做到你這樣好不好 他就說你不要啊 你死了 你打野 你這樣走 那我馬上打燒了 練蔡浩良 叫我不要找他做目標 那你怎麼繼續下去 但是 我覺得還是要自己找自己的路 好像我也是摸摸摸摸 摸到就是 原來我做節目的原因是 想為自己開心 亦都想為那班鐵粉的開心 會找到一個理由 可能是為聽眾開心的 將自己所得到的知識 即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名話 古典名家 也希望 你絕拉一點 我看完之後 看完之後 大家都認識一點 到時候有機會 都知道 下個星期我跟你講一下劍 德哥講一下話 原來德哥講過 哎呀 早知道德哥什麼 天鵝和人 和宙斯交配 生了兩隻單四個小孩 德哥講過的 德哥真的沒什麼 我最近也去了一個美術館 可以在美術館那些東西 和大家分享一下 用來催 那星期吧 明天吧 明天吧